蔡尾湯 它特别在哪里 它是一个共识跟共享 在英文里面叫做Commensality 那这是一个人类学 或是社会学很重要的概念 食物一开始是 大家一起吃东西 一起烹煮 一起分享 那我们从聚落 然后发展到都市到现代 一起吃东西带着 代表很多事情 那很多事情都是在餐桌上 可以解决 而且可以很棒 可以得到完满的结果 所以蔡尾就是这样的 一个特例 就是说表现了这样的特性 共烹到共食 它不只是一个 就是它这个食物 这个pattern 就是这道菜 更特别是它的味道 后来它很快的就进化成 是一个有比例 以及有过程 有讲究 有原则的 就是有一个 它甚至不能SOP化 就是很多的过程 我们看婉林老师在组 它是用它的长久的味觉 以及它的 就是这个五感 嗅觉还有视觉 来判断 所以这是一个很厉害的地方 好高兴看到这个菜 今天能够复制 能够重新呈现 那个是这样的味道 是我们现在 不要说找不到 吃不到买不到 我想要做也是非常难的 甚至对于年轻很多年轻一辈来讲 可能根本就是完全 就是一个 完全没有做梦都没想到的 一个很棒的味道 谢谢大家